这个是小学三年级的考卷吗 这个跟我们国内考试的难度也差太多了吧 我觉得我三观有点碎 我们看这个答案的复杂程度 应该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到这个卷子的难易程度了 大家好 我是豆奶奶 最近这个日本18年得了18年诺奖 这件事情大家讨论的非常热闹 尤其原因呢 很多人说是日本大学的学术风格非常好 非常严谨 非常努力 但是 据我的经验呢 我周围很多日本大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嗯 蛮学渣的 于是呢 我今天决定从我不太了解的 日本基础教育入手 也就是小学生考卷 来探究一下 日本教育究竟好在哪 才不会告诉你 我只会做小学生考卷呢 为了可以横向对比呢 我还请我的小伙伴 为我准备了中日美三国的 小学数学三年级考卷 来一起研究一下 虽然我刚好数学考了140多 但是我觉得自此之后 我的智力一落千丈 我害怕 嗯 灭风 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这些考题 以我的推理判断的 中国考卷应该是最难的 日本人的数学能力也不错 所以难度排斥应该是 中国大于日本大于美国 美国应该最简单 嗯 要不然先从中国考卷入手好了 直面挑战 哎呦 感觉好难 我真的很怕 我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都不会做 怎么办 人教板三年级下册数学期末考卷 五小题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第一道题呢是口算 简单简单 30乘以50乘以0点多少 当然是0啦 哎不对 口算题应该不能打草稿啊 估算 我小时候做个估算题吧 是估算前面还是估算后面呢 是把它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 然后再估算呢 还是 怎么办 三题是数式计算 前两题需要验算 完了怎么验算 四题是拖式计算 请问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拖式计算 知道打在弹幕里 把它算出来就好了 对吧 好 现在是最后一道题 王叔叔骑自行车去旅行 右边是他前三天的行走路线 做完了 平整做了 7分钟 现在考试最大的难度就是 他已经达到了四位数的加减乘数 现在小朋友他们回家 动辄50道 然后好几页这种作业 做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小学生真的很少有自己可以玩耍的时间 预计第二难的日本考卷 只有一页 这么可爱的吗 还有画糖果耶 再开始计时 我做完了 这个是小学三年级的考卷吗 我又确认了一遍 确定这真的是小学三年级的考卷 哇 这跟我们国内考试的难度也差太多了吧 他们连考卷都这么简单 可想而知他们平常作业 应该也是非常容易吧 那他们应该会有大把大把时间 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太羡慕了 小学三年级的考卷 999成发表 两位数的加减成储 我天哪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种可以称得上是弱智的考卷 竟然培养了那么多诺贝尔奖 信じられない 这是Liziana三年级的小学测试卷 这考卷我觉得它考的不是我的算术能力 而是我的英语能力 第一题 第一题他只是想问我们2乘70的你多少 这么一长串全部在交代这个背景 Terry and Mike 每个人买了70个甜甜圈 他们一共有几个甜甜圈 就这么简单的话而已 27 OK 它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以这个美国考卷的尿性来说 应该在旁边这些字都无关紧要 就看那个数字就好了 2吧 Longer is interesting 它就是 Grabbage 22加7 OK 我应该是做完了 2分 我觉得我三观有点碎 我又想让美国比日本更难 美国的考卷你知道吗 它虽然也是两位数的这种加减乘数 但它涉及到了分数 中国的考卷的话没有涉及到分数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按我之前推理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中国考卷 然后是日本考卷 这件事情上 专家他们都说欧美的教育有多简单 孩子多轻松 但他们真的有切身实际的去考察过吗 所以我今天去亲身做这三国的考卷 也是想实际的感受一下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再把我这种最最最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大家 这是中国的 我们看这个答案的复杂程度 应该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到这个卷子的难易程度了 这是美国的 这个是日本的 所以日本为什么18年能得18个诺奖 重要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字 热爱 这些诺奖的获得者 他们的出生校 除了是非常知名的东大近大之外 甚至有一些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 你们想想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他所在的大学 竟然没有物理系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因为获奖这本书 他最近也决定 把他这个获奖的全部款项 捐给学校去做研究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太可怕了 当然他肯定不缺钱哈 这能说明什么呢 他们做这些研究 肯定不是奔着获诺奖去的 更不是说为了钱去的 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很多 他对这个事业的无比热爱 还有他个人这个探索精神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缺乏的东西 但是日本的教育 相对于我们来讲 从小就会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 注重去培养他们个人的兴趣 热爱这件事情 在日本真的太常见了 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 我班上有几个日本同学 就非常的学家 虽然我成绩比他们好一点 但是我站在他们面前 我就觉得很自卑 我觉得自己非常平民 为什么呢 这久之后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特别热爱的领域 有玩乐队的 玩公道的 我之前就玩公道 也是因为这位同学介绍我去的 这个女生是我们附近道场里面 拉公拉的最准 这是最漂亮的一位女性 就是我们班上还有一个轮华大神 平常去国际上参加比赛 还去过上海 他毕业之后呢还成立了自己的潮牌 玩公道的时候有一个学弟也是玩赛车的 时不时就缺胳膊断腿 但是我看他的照片还有他的视频 太帅了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个人有他自己很热爱的这种事业啊 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 哇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闪闪发光欸 因为他们对一件事情的热爱 会让别人感觉到他的生命是在燃烧着的 充满了能量和热情 所以日本会有那么多为人称道的匠人精神 大部分也是源自于这种专注和热爱 我受到的教育里面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要去热爱某一件事情 当然你们觉得热爱学习热爱工作也算的话 周围也很少看到有谁是真的在热爱某一件事情 我们平常都说你要去寻找你的热爱 寻找这个词呢 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对热爱这件事情的认知 别人认为热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去找到它 但是我要说的是 热爱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既定之物 它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东西 越投入就会越喜欢 你越喜欢就会越去投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下循环 但是开启这个循环的第一步呢 就是你要无条件的去投入 而不是还没有怎么投入的时候呢 就在想着我怎么样才能收获到结果 以上这番话与君共勉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热爱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转发评论点赞一下 顺便投个硬币啦 我是你们老师八道库 再到那一三个下期见